大家好,我是美国北方的波比医生 我是您身边的一个医生朋友 在1月份的最后几天 一下子出了两个重要的新冠疫苗研发的成果 前面一个是强生公司的疫苗 我们已经讲过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叫做Novavax的公司 中文翻译成诺瓦瓦克斯公司 还不如就叫瓦片公司呢 他们公司的疫苗生产技术也是特别先进的 以前还没有这种疫苗 它疫苗呢就是把新冠病毒的急凸蛋白 整个这个蛋白质都产生出来 同时加上一个他们公司特有的左剂 叫做MatrixM 左剂的作用呢就是让人体 对这个蛋白质有更强的免疫反应 这个实验就表明这个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实验呢是三千临床主要在英国进行的 一共招募了15000人 也是要18岁或者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加入 它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 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是要防止那些通过检测确诊的新冠患者 包括轻症中症重症全都包括了 它的有效率是89.3% 这还是非常好的 同时有一个特点呢 临床实验是在英国进行 英国我们现在都知道有这种变种 叫B117 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那些不幸患性冠的呢 有一半都是有这种变种 所以实验结果证明对那些人也有效 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还有几个有关这个疫苗的特点呢 这个疫苗呢也是要打两针 跟前面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疫苗相似 它的储存运输也非常简单 只要2到8度就可以 不需要超低温 再有一个它的耐受性比较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这种副作用 现在通过临床实验报道 我非常期待这款新冠疫苗 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在美国上市 让我们有更充足的疫苗供给 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希望在下面留言 也麻烦你帮我点赞转发 好下次再见拜拜